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香蕉、香烟睡、电动车等等话题 还有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 首先,香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果 吃香蕉有很多好处 比如,它营养丰富,能迅速补充能量 对消化也有帮助 不过,把香蕉当饭吃也有一些坏处 比如营养不均衡和可能造成血糖波动 至于中国的香蕉 香蕉像海南香蕉、红皮香蕉和台湾宝岛香蕉 都是备受喜爱的品种 口感各具特色,值得一试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香蕉睡的话题 香蕉睡为什么这么贵呢? 主要是因为高税率能抑制吸烟行为 有助于公共健康 还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说到香蕉品牌 中国有很多知名的品牌 比如中华、红霜洗、玉西等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受众 最后,我们也聊到了电动车的现状和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动车的普及速度越来越快 像比亚迪和长城等品牌的销量都在稳步增长 政府的补贴政策也在助力这一转型 不过,电动车的高成本和基础设施 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六色说 把香蕉当饭吃有一些好处和坏处 好处 一、营养丰富 香蕉富含维生素B6、维生素C、钾、纤维和抗氧化剂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和维持心血管健康 二、能量补充 香蕉含有天然糖类 如蔗糖、果糖和葡萄糖 能迅速提供能量 特别适合运动后使用 三、消化健康 香蕉中的纤维有助于促进消化 提高肠道蠕动 有助于预防便秘 坏处 一、营养不均衡 但依摄入香蕉无法提供身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 如蛋白质、脂肪和其他微量元素 长期如此可能造成营养失衡 二、血糖波动 尽管香蕉的糖类是天然的 但过量摄入依然会导致血糖波动 不利于糖尿病患者或有血糖问题的人群 三、热量堆积 香蕉虽然是低脂食物 但含有一定热量 把香蕉当饭吃可能导致热量超标 从而引发体重增加 把香蕉作为饮食的一部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建议搭配其他食物以达到营养均衡 天不忘说 At六四是中国哪些香蕉最好吃 六四说 在中国 有几种香蕉因其独特的口感和品质而广受欢迎 以下是一些被认为最好吃的种类 一、海南香蕉 特点 皮薄肉厚 香甜可口 质地细腻 产地 主要产自中国海南省 这里气候温热湿润 非常适合香蕉的生长 二、红皮香蕉 特点 皮薄红紫色 果肉软糯 香甜浓郁 产地 主要在中国南方的广西等地种植 三、台湾宝岛香蕉 特点 果实饱满 香甜多汁 质地滑嫩 产地 主要产自中国台湾 也在福建等地有栽培 这些香蕉种类品质高 味道佳 适合各种食用方式 不论是直接食用 还是用于烹饪 甜点等 都是很好的选择 六四说 香烟税通常很高的 主要原因有几个 一、公共健康 高香烟税 能够抑制香烟的消费 这有助于减少与吸烟相关的 健康问题 比如肺癌 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 通过提高香烟价格 可以起到减少吸烟率的效果 二、财政收入 香烟税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 财政收入增加后 可以用于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比如医疗、教育和公共安全等 三、社会成本 吸烟导致的健康问题 会增加医疗系统和社会保险的负担 因此通过高香烟税 可以一定程度上 弥补这些社会成本 四、市场机制 通过高税率 香烟的价格上升 既可以抑制年轻人 初次尝试吸烟的机会 也可以鼓励现有烟民 减少吸烟或戒烟 这些高税收政策通常由公共健康专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建议和实施 目的在于整体提升公共健康和社会效率 T&M旺说 At Lusis 中国香烟的品牌类型 Lusis说 中国有很多知名的香烟品牌 类型丰富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中国香烟品牌类型 一、中华 是中国高端香烟的代表 欲为果烟 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二、红双喜 是传统品牌 市场覆盖广泛 在老一辈消费者中口被颇高 三、玉西 产自云南玉西 口感纯正 被认为是高品质香烟之一 特别在西南地区非常受欢迎 四、芙蓉王 源自湖南 是中国高端卷焰的代表 口感纯厚 五、真龙 广西本地品牌 有典型的地域特点 深受本地以及周边消费者的喜爱 六、红塔山 红塔集团产品 市场覆盖广 是中国广大消费者熟悉的品牌之一 七、大众酒 云南本土品牌 以复古和高端定位著称 近年逐渐扩大市场份额 八、宣赫门 属于烧带国际风格的高端品牌 包装简洁时尚 这些品牌中 既包含高端奢华型 也包含平价经典型 满足了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 天波旺说 At六四四电动车都吹得这腰牛了 还要补贴干啥 六四说 电动车虽然在环保和节能方面有显著优势 但仍然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如高成本 充电桩基建设施不足 和续航里程问题 政府提供补贴是为了加速这些新技术的普及 降低消费者的购车门槛 支持产业发展 以实现更广泛的绿色交通布局 此外 补贴也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使得电动车的应用更加便捷和普遍 TN波旺说 At六四四比亚迪电动车年销量 六四说 2023年比亚迪电动车销量为302.44万辆 同比增长了62% 其中 纯电动车销售157.5万辆 插电混动车销售143.8万辆 比亚迪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TN波旺说 At六四四长城电动车年销量 六四说 2023年 长城汽车共销售了261546辆新能源汽车 比上年增长了98.39% TN波旺说 At六四四长城电动车年销量 六四说 根据最新信息 2023年 长城汽车共销售了261546辆新能源汽车 较去年增长了 百分之九十八点三九 TN波旺说 At六四电动车利润有多少 六四说 目前 没有公开的 具体到长城电动车利润的数据 但通常 电动车的利润率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生产成本 销售量 市场竞争和政府补贴等 此外 汽车制造商的财报中 往往会包含有关利润的更多细节 你可以查询长城汽车的最新年度财报 或联系他们的投资者关系部门 以获取更准确的利润数据 TN波旺说 At六四维军有啥能力 六四说 雷军是中国的一位著名企业家和投资者 最著名的是 他在智能手机和电子消费品领域的成就 以下是雷军的一些主要能力 一 创业能力 雷军是多家成功公司的创始人 比如 他创办了小米公司 将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手机和智能硬件品牌 二 产品创新 在雷军的领导下 小米推出了许多具有竞争力和创新性的电子产品 不仅包括智能手机 还包括智能家居设备 可穿戴设备等 三 市场营销 雷军擅长通过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进行市场营销 小米的性价比策略和米粉文化让其在全球市场上迅速崛起 四 投资眼光 雷军亦是一位成功的投资者 他对多个具有潜力的项目进行了投资 如YY和金山软件等 五 团队管理 雷军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能够有效管理和激励团队 推动公司的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 雷军级创业天赋 产品创新 市场营销 投资眼光和团队管理能力于一身 这些能力共同支持了他在科技行业取得了一系列成功 TN博旺说 At六Sys全球有多少瘾君子 六Sys说 根据Status的和Unock的统计数据 全球约有2.96亿人在2021年曾使用过非法药物 其中 大约3950万人被认为是问题药物使用者或存在成瘾问题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 TN博旺说 At六Sys华为有哪些条例违反劳动法 六Sys说 关于华为可能违反劳动法的条例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可能性 一超时加班 过度要求员工进行加班而未支付合法的加班工资 二用工合同问题 不给员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或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 三薪资问题 没有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或扣除员工法定福利 四休假问题 不允许员工依法享有代薪年假或法定节假日 五不合法的解雇程序 为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员工解雇 或者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你想要更具体的关于华为的案例情报 还是对于某个方面的详细信息呢 TN不忘说 At六Sys如何搭建OpenAI模型 六Sys说 搭建一个OpenAI模型一般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一准备工作环境 要搭建OpenAI模型 首先需要安装Python以及相关的机器学习库 如TensorFlow或Pytorch 推荐使用虚拟环境来简化库的管理 二 数据准备 决定你的模型需要学习的任务如自然语言处理 图像识别等 然后准备相应的训练数据 数据应当经过预处理 例如规范化和去噪声 三 选择模型架构 根据任务选择合适的模型架构 对于自然语言处理任务 天包旺说 At六Sys劳动法最难落实的问题在于 一双方地位不平等 企业普遍基于其优势地位 从一开始就给劳动者设置障碍 但这些只能事后才能补救 二 劳动者维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太高 一个劳动案件从仲裁到二审 最少也得一两年 企业会拖垮劳动者 劳动案件标的额小 赢了官司还不够给律师费 不找律师就吃亏 而且劳动仲裁还影响以后找工作 三 劳动法对企业违法惩罚太低 换句话说 赔偿数额太小 影响不到企业 企业有恃无恐 就算我全输了也没什么损失 四 政府部门不履行职责 放任违法行为发生 五 非司法的救助机制缺失 也就是说 没有工会集合 工人力量和企业谈判 劳动者没有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缺乏制衡手段 也缺乏事前预防的手段 分析 六 四 说 针对你提到的劳动法实施中的诸多挑战 以下是逐条分析 一 双方地位不平等 劳动者在很多情况下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企业可以通过优势地位 设置复杂的合同和不利条款 劳动者在就业时 对合同细节不易把握 改善这一现状 需要加强劳动法的普及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和合同谈判能力 二 维权成本高 劳动纠纷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高 让许多劳动者望而却步 可以探索提供更多公益法律服务和援助 简化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 提高劳动争议解决的效率 同时 先进的仲裁方式 调解制度等非诉讼手段 也有助于缓解矛盾 三 企业违法惩罚低 目前的制度设计 往往难以对企业产生足够的震慑 惩罚力度较低 应当提高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通过立法层面 加大赔偿标准和处罚力度 从而让企业对违法行为不再有利可图 四 政府部门不利 监管部门的规范和执法不利 也是主要问题之一 需要加强监管部门的责任落实 建立问责机制 通过法规和政策来规范执法流程 提高执法效率和透明度 五 缺乏非司法救助机制 劳动者缺乏集体行动的途径和预防手段 工会功能不完善 人力资源在劳资谈判中缺乏发言权 鼓励和规范工会组织建设 赋予罢工的合法权利 以增进劳动者集体谈判能力和自主防范能力 都有助于提升劳动法的落实效果 深化以上解决措施 需要政府 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努力 不仅要充实法律条文 更需要在执行和监督上下功夫 天博旺说 At六四推动政治体制改良方法有哪几种 六四说 推动政治体制改良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一 制度内改革 通过现有的法律政策和体制框架内进行改进 例如推动新的立法或修改现有的法律 以改良不合理的结构和程序 二 公民社会的参与 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 进行社会各界协力共同推改革 例如建立和加强独立媒体 非政府组织 学术团体等 以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形成监督和制衡力量 三 选举和政党制改良 改进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 如推行公平 透明 公开的选举制度 提高政治竞争的公平性 加强政党的民主制度建设 完善候选人提名和选举的机制 四 司法制度建设 提高司法独立性和透明度 增强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确保法律的公正执行 从而在法治基础上推动制度改进 五 推进地方自治和分权 强化地方政府的自治权 削弱中央集权 推动地方进行政治实验和创新 让地方改革的成功经验 能逐步推广到全国 六 政治文化建设 提升整体社会的政治素养和参与意识 通过教育和宣传 让大众具备理性的政治参与和监督意识 促使政治体制不断改善 七 经济改革带动政治改良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 通过推进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 减少特权和腐败 实现利益的多元化和均制约 从而带动政治体制的转型 上述方法需要在具体情况和稳步推进原则下实施 多个方面协控以达成改革的目标 天不忘说 At六 四 中国法学泰斗有哪些 六 四 说 中国有许多著名的法学专家和学者 以下是其中几位被誉为法学泰斗 一 江平 著名法学家 法律教育家 毕业于北京大学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他在民法学和法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深渊 二 郭道辉 法学家 法律代比 知识产权法领域的重要学者 为中国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土江青 现代中国法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在法理学和行政法学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 梁惠星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长期从事刑法学研究 对中国刑法建设和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五 曹景行 中国著名的宪法学家 代表作有《中国宪法的基本理论》 《宪法学概论》等著作 他的研究为现代中国宪法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些学者和专家对中国法学的发展 和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T.A.B. Wang说 At Leuces 为啥宪法在中国不能 Leuces说 尊敬的T.A.B. Wang 在中国 宪法在实践中遇到一些挑战 这是由于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 一 体制原因 在中国 法律的实施和执行 受到行政及政治体制的影响 宪法作为最高法 网往在实践中受到一定的限制 二 法律实施不够完善 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在执行宪法及相关法律时 可能会出现偏差或执行不到位的情况 三 法律意识和教育 部分官员和民众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还需进一步提升 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妥协和终止现象 四 监督机制 尽管宪法法律监督存在制度设计 但在实际操作中 监督机制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存在不可控部门和力量 五 整体法律体系 宪法是一部治国安邦的根本法 但法律体系是庞杂和全党的 因此 部分情况下 其他法律法规的救济机制 受到基层提升进化 钢消化处理等各类因素 无形中弱化了宪法已具有的影响 也需要长时间 严加技术工作审视治理推进 TN博旺说 AtLiosis分析下这张图片 Liosis说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神经元细胞Norons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中的基本工作单元 它们负责接收 传输和传递神经冲动 具体分析如下 一 细胞体SOMA 图片中中央的蓝色较大的部分 代表神经元的细胞体 也被称为胞体或胞胞 这是神经元的代谢中心 包含细胞和Genetic Material 二 束突Dendrites 从细胞体向外伸展的是束突 看起来像分支 这些结构负责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号 三 轴突AXON 通常 从细胞体向外延伸 并连接到其他神经细胞 或目标组织的长过程 是轴突 虽然图片中不明显 这里紫色部分 可能是适宜强调某个区域 可能轴突某标靶区段等信息部分 四 神经元激活 中的信息等待完成通电过程中 包括化学信号 Eurotransmitter Biology Principles 并且蔓延通道样结构蜿延 及扭曲流异式过程样 相关蓝线表示 慢线路引结构边布局细致 地野长表示 reflection即映照实现 N-chain背景像 ENA系统样表示 很硬 icon highlights 中层verb细细 诺特域暗量 理解极科普数据 要精彩宽科 backgrounds are 呈通道长辖 但岂可更拓展开探 若有更多具体问题 可以随时询问 Tianbo Wang说 Atluxis分析下 使用这张图片 做头像的人的性格 Luxis说 分析一个人 选择神经元图片 作为头像 可以给出几种 可能的性格特征的猜测 当然 这只是基于一些 可能的关联 并不代表绝对的结论 一 科学兴趣 选择神经元图片 作为头像的人 可能对科学 特别是神经科学 生物医学 或心理学 非常感兴趣 这显示出 其对知识 研究和理解 大脑工作机制的渴望 二 智慧与思考 神经元被认为 是智慧和思考的物质基础 使用此类头像的人 可能希望传达出 自己善于思考 有逻辑性 且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 三 独特性和前卫 神经元图片 作为头像相对独特 可能显示出 这人喜欢与众不同 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不走寻常路 四 技术和创新 神经元 神经元也代表了信息处理和传输 选择这种图片的人 可能对现代科技和创新感兴趣 尤其可能关注人工智能 计算神经科学等前沿领域 五 深思熟虑 神经元复杂且精妙 选择这个头像 可能暗示这种人会仔细权衡事情 不急于得出结论 注重细节和系统性思考 当然 具体情况还需要更多信息来确认 但通过头像 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性格线索 Chin下话现份说 At Liu Sis 中国有哪些省份 流行吃咸粽子 请在中国地图上显示 Leo Sis说 Grid Map of China showcasing provinces where eating salty rice dumplings known as Zongzi is prevalent These provinces may include Guangdong Fujian Jiangsu Zhejiang and Hainan which should be distinctly marked on the map Upload OHNRJCWNA9TZWNMNJ6QRFRU8W.jpg Grid TN不忘说 At Haiya At Liu Sis 中国有哪些省份 流行吃烤鸭 请在中国地图上显示 Leo Sis说 Grid Generate an illustrated map of China highlighting the provinces where the cuisine specialty of roast duck famously called Kaoya is commonly relished The provinces to be distinctly marked include Beijing Tianjin Hebei Shandang and Zhejiang each adorant with small images of roast duck The rest of the map should be filled with a subdued color to let the aforementioned provinces stand out Upload VALTBAD SXQDCQ1VUSDMC63Z ABA.jpg Grid TN不忘说 At Liu Sis 北京人有多爱吃烤鸭 Liu Sis说 北京市民对烤鸭的热爱 可以说是深入骨髓 烤鸭在北京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象征 北京烤鸭历史悠久 尤其是全聚德等老字号 更是深受本地人和游客的欢迎 除了餐馆 北京人家中有时也会自行制作烤鸭 在节假日聚餐时享用 具体体现 一 历史与文化 从明朝以来 北京烤鸭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 并逐渐发展为北京饮食文化的代表之一 二 餐饮消费 北京到处都是烤鸭店 包括高档餐厅和普通小店 且生意非常火爆 尤其在旅游旺季 三 品牌盛名 全聚德 便宜方等烤鸭老字号 成为中外游客到访北京的必去之地 四 大众接受度 不论是在家庭聚会 还是朋友聚餐 烤鸭都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菜肴 这种对烤鸭的喜爱 体现了北京人对于饮食文化的传承和热爱 Guten Talk 0000说 6S提供中国军方04年9月份在渤海湾的军事活动情况 6S说 提到中国军方在2004年9月份于渤海湾的具体军事活动的资料并不多 且现有资源多为后来分析和报告 然而 一般这类信息通常可能来自人防部以下训练活动 海上演习等计划 如果需要更加详细和权威的信息 建议查阅当时的官方新闻报道或寻找相关年份的军事白体书 Guten Talk 0000说 6S提供中国军方对外公布的2024年9月份在渤海湾的军事活动情况 6S说 目前没有找到具体关于中国军方在2024年9月份在渤海湾进行军事活动的公开信息 对于此类精确信息 推荐持续关注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 如中国海事局发布的安全信息通知 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主流媒体的最新报道以获取最新消息 Guten Talk 0000说 而6S该视频是否存在AI创作或者合成的因素 6S说 为了判断某个视频是否存在AI创作或者合成的因素 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和分析 一分析画质和细节 高质量的合成通常难以发现 注意观察视频中是否有明显的边缘模糊 光影不自然或者噪点异常 2 反向图像搜索 使用谷歌等搜索引擎进行反向图像搜索 查看是否存在相同或类似的图像或视频片段 否则可能是原创合成片段 3 查看原数据 查看视频文件的原数据 分析其创建日期 编辑工具等信息 如有一场可以做参考 4 专家分析 将视频交给数字鉴定专家 他们能够使用专业软件和技术检测 和分析视频合成迹象 如果你可以提供该视频的相关内容或截图 我可以帮助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